今天我来展示一下熬猪油 这里就是某黄人超市买到的猪皮 记得在多安多如果你要买这种猪皮的话 你身上一定有点现金 它大概就是两块钱那么一份 绝大部分情况下你都需要跟肉部单独结算 由于昨天买回家之后 我家这边缺乏一点沟通 导致到黄石奶浆这两块猪皮都冻了起来 但是也不太影响我们的实际操作 好 我们先开始第一步 即便是我家这个大铁锅一锅的话 也只能煮一包的分量 过程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将猪皮煮熟煮透就可以 至于下料去腥那些 我们留到下一步来操作 这猪皮已经三块之间分开了 然后接着的话我们还是要煮一下它 全部煮成这种肉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里估计还得再煮个十几分钟 其中有一块猪皮煮得快一点 已经煮熟了 我给小伙伴看一下 你看里外都没有一点粉红色了 这块猪皮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冲水了 煮好的猪皮我们就丢下来 用凉水稍微冲一冲 一来的话把那些上面的那些粉末给去掉 二来的话就是冲凉 让自己可以上手操作了 这里我们准备两个大盘 一个我们装猪油 一个我们装猪皮 刚才的话有一个我就没看锅 有一个猪皮的话 它就贴在那锅底 不小心就烫糊了 这也没办法 我们到时裁一裁那就好了 我们先将这大片猪皮裁成一块一块 这样的话我们也好操作 反正猪皮上面的油 我们尽量把它偷干净 如果实在偷不干净也无所谓 接着的话猪油的部分 我们就切成一粒粒就可以了 有些上面它还有一点点瘦肉也无所谓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将剩下来的 所有猪皮都有同样的处理方法 我们看看需要多少时间 这里一个小时 然后所有猪皮又已经全部剃干净了 然后猪油的话还剩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也切了一大盆了 我趁着天还没黑 赶紧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由于炸猪油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我为了省火我就敢用柴火了 在家里的话小伙伴用电炉用什么炉都可以 两袋猪皮可能还真是一次炸不完 你看现在只有炸了那么多 就差不多满了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再加一点点水进来 我们简单翻炒一下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好做了 就等它慢慢出油了 这个过程的话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 然后的话我就间断式的给小伙伴看看它的变化 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见 随着它这个水分已经蒸发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听到它声音开始发生变化了 接下来的话它应该就慢慢把那个油逼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加点盐了 大概两勺左右就够 接下来的话稍微炒一炒 随着已经在出油了 我这时候我可以把这边角料的葱姜蒜之类的 全部丢进来一起炸了 好了天色们渐渐黑了 现在油已经出来了 但距离我们炸成油渣的话 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估计还得一两个小时 它才会真正熬成油渣 如果小伙伴是可以闻到现在的味道的话 绝对是相迷糊了 我现在就盖上盖子 让它熬一个晚上了 前后经历了三个多小时 我这猪油渣就已经炸好了 由于我实在担心那么香会饮 饮得我整个后面都是Raccoon 所以的话我还是炸好之后就拿进来了 以免的话在户外过夜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 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面全部炸得很脆了 我给小伴听一下的声音 这个猪油渣回头拿来炒饭炒菜 别太爽了 好了 这里一次性炸了两盘满满的油渣 回头的话猪油我也得入到这些空罐子里面 然后今天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猪皮的话小伴也放心 我回头还会单独拍一起 小伴如果是喜欢我这种超市里面食材 买回家整备一瓶 做成食谱的视频感兴趣的 不妨给我一键三连 比心 不妨给我一键